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周 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 今天我们一家三口去买菜 前几天去买猪肉的时候 成都这边的猪肉不是少了很多吗 今天我们打算去 离我们猪房旁边那个镇上去看一下 看一下镇上的猪肉卖多少景 走吧,出发,哎呀 去买菜了好不好 没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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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镇上离我们猪房 应该有三公里吧 我们打算还是走路过去 可能要走半个小时吧 就当锻炼身体了 羊羊走快点哦 好远多这次啊 跑步 现在我们来到镇上了 今天不是赶集日 这个镇上也没看到什么人 我还是第一次来这个镇上 不知道卖菜的在哪里 我们先去找一下菜 先去买点菜 现在我来到菜汤 先买点菜 今天的菜看起来都蛮新鲜的 买点这个黄瓜 这个黄瓜看起来不错 再买点圈子 这圈子也不错 再买点这个扁镇 这个扁镇看起来也好新鲜 再买两颗西红柿 拿回去炒炒 再买点青菜 菜买好了 我们去看一下猪肉卖多少钱一斤吧 那不 猪肉好的钱一斤 猪肉28 骨头来 这骨头 18块 斤斤的猪肉 28 然后骨头18 买了一点骨头 给羊羊熬汤 现在买完菜了 买了一点菜 买了一点肉 我来有50多块钱 成都这个增加的猪肉也不便宜呀 要是8一斤 看来到处都是大玩家呀 应该是吃不起了 朋友们 你们所在的城市 现在猪肉做个钱一斤呢 欢迎评订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